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1月31号表示 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加沙地带所有人道主义行动的支柱 维持近东救济工程处继续运作 不仅对于加沙地带民众非常重要 也有助于改善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地的人道主义形势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1月31号表示 他希望相关国家恢复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人道主义行动不应应个案而停止 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工作能否正常进行 完全取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否能够正常运转 该机构对于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形势不可或缺 世卫组织1月31号表示 相关国家停止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 将给加沙地带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 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国家重新考虑其行为 因为目前没有其他机构能够取代近东救济工程处 为加沙地带民众提供大规模援助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 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 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 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关键作用 据路透社报道 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地带有1.3万名雇员 加沙地带200多万人口当中 有三分之二接受过该机构的帮助 针对有关其员工参与袭击以色列的指控 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 已解除涉事员工的合同并启动相关调查 如果捐助国不恢复资助 该机构将在一个月内被迫停止运行 届时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形势将成为一场真正的灾难